美国过去8年的全美低高中生现在都在哪里 每年的美国各大体育媒体都会在全美数千名的高中球员里 评选出各个年级的最强高中生 代表着那一届的最高的水平 2023届 以赛亚 科里尔 科里尔是2023届的全美低高中生 他目前还没有进入NBA 还在NCA一级联盟打球 科里尔身高1米93.4直双能位 科里尔出生于2004年10月份 到现在还不到20岁 预计在今年的选秀大会上 科里尔的选秀前景 最高是前三顺位 最低是乐透区 很多人都说这一届是天赋十分匮乏的选秀小年 事实也的确如此 科里尔在高四赛季的时候 场均可以得到19.6分和6.8助攻 并且当选奈什密斯全美最佳高中生 以及麦当劳全明星赛MVP 不得不说我们单看科里尔的数据 就能知道这一届的新秀成分有多水 场均20分都不到就拿到 全美低高中生的宝座 科里尔的运动能力很不错 组织能力和传球视野也很强 上了大学之后 场均可以得到17.7分2.9篮板和4.3助攻 三分球命中率达到了40% 但他的失误 很多场均有4.9次 比他的助攻数还要多 这也是他最大的缺点 另外就是他投射不够稳定 别看他三分球命中率有40% 但经常是神一场鬼一场 上下起伏很大 目前他大学也没打几场比赛 他的高中数据已经没有参考价值 大学时的表现才会影响他的选秀前景 2022届 伊莫尼 贝斯 贝斯在高中的时候号称是小杜兰特 他身高为2米06 但臂展却很短 同样是2米06 在他高二赛季的时候 他场均就可以轰下 32.4分9篮板三助攻和2.2抢断 其中更是有一场比赛 单场轰下63分和21个篮板 如此炸裂的表现 也让他这一年当选了 加德勒高中年度最佳球员 成功登顶全美第一的宝座 但在贝斯高三赛季打完之后 他就宣布跳级 高四赛季不打 直接加盟了孟菲斯大学 这也是他人生当中最大的败力 大一赛季 球队教练让他打高空位 再加上他和球队老将出现矛盾 导致他那个赛季场均才9.7分 第二年 他转学到东密歇根大学 场均可以得到19.2分 但命中率和效率值都很低 本来他是高高赛上的全美 第一高中生 但在2023年的选秀大会上 他在第二轮49顺位才被骑士选中 本赛季他在骑士直打了市场比赛 场均才只有1.8分进账 差不多已经快费了 2021届 切特霍姆格伦 从霍姆格伦本赛季的表现来看 雷霆队无疑是挂到了大奖了 但其实在霍姆格伦高中的时候 他刚开始并不被人看好 高一赛季时 霍姆格伦的身高只有1米88 但在随后的四年时间里 他的身高仿佛像是做火箭一样 疯涨了将近30厘米 在他高四赛季的时候 他场均可以砍下 20.8分12.6篮板4.5助攻 和4.7次盖帽 带领球队取得了20胜一负的战绩 而在2020年的全美最顶级的 高中明星赛中 霍姆格伦大发神威 场均能狂砍22.5分 14.5篮板 4.5助攻 12.5盖帽 其中更是包括一场用2K都打不出来的 24分20篮板 无抢断12盖帽 炸裂数据 最终他在2022年的选秀大会上 被雷霆用榜眼签选中 本赛季他打得十分出色 要不是雷霆限制他的出手术 他绝对有资格跟文斑亚吗 争一争最佳新秀的资格 2002世界 杰伦 格林 格林在高中时期 绝对是超级明星球员 他在高三赛季场均 可以砍下 30.1分和3.6助攻 后来在高四赛季的时候 场均可以得到 31.5分 7.5篮板 和5助攻 帮助球队拿到了全国冠军 如此炸裂的个人数据和成绩 格林毫无疑问地 当选全美低高中生 他的选秀前景 直接变成了状元大热门 而各路球探门给出的模板 也是夸张的下人 下线科比 上线乔丹 但格林并没有选择上大选 他反而是加盟了NBA发展联盟 在发展联盟那一年 他场均可以得到 17.9分 4.1篮板 2.8助攻 2021年的选秀大会上 格林在首轮第二顺位 被火箭选中 但他仿佛并没有找到正确的打球方式 今年已经是第三年 他场均得分只有18分 队内核心的位置 已经被同界的身金给抢走了 2019届 战姆斯 怀斯曼 别看大聪明 现在啥也不是 都快打不上球了 但在当年大聪明也是全美低高中生 在他高四赛季的时候 他场均可以得到 25.8分 14.8篮板 5.5助攻 当时的怀斯曼 完全是靠着天赋 在打球 他拥有者 堪比张伯伦的身体素质 身高2米13臂展 2米29 并且运动能力极强 能得分 能防守 能强板 也能组织 而且怀斯曼还有一定的三分能力 这样的球员 简直完美地符合勇士的战术体系 勇士也是毫不犹豫地用榜眼签选中了他 但怀斯曼的篮球智商实在是太低了 在场上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新秀合同还没结束 就被勇士交易 本赛季 他场均就只有6分 估计这份合同到期之后 他就该被NBA除名了 2018届 2J巴雷特 巴雷特这一届 虽然胖虎是状元 但在高中的时候 巴雷特才是全美第一高中生 在巴雷特的高四赛季时 他带领球队取得31胜0负的不败战绩 场均可以砍下28.7分 8.5篮板和4.5助攻 因此他成功获得了2018届 奈什米斯高中最佳球员奖 同时还获得了加德勒高中最佳球员 因此他加盟了篮球名校杜克大学 但到了大学的时候 由于球队里还有另外两个同届前十顺位的球员 西安和卡姆雷迪时 巴雷特的数据并没有高中时期亮眼 但依然可以砍下场均22加7加4的数据 因此尼克斯用碳花签选择了他 但尼克斯管理层十分混乱 选一个如此高顺位的球员 给他的球权却十分有限 导致他错过了掌球的黄金年龄 本赛季巴雷特终于被尼克斯放弃 交易到猛龙之后 有了球权的巴特勒反而是越打越好 2017年 马文 巴格里三世 2017年的全美最佳高中生 并不是艾顿和特雷扬 也不是东西奇 而是已经成为水货的马文 巴格里 高中时期巴格里 场决24.9分 10.1篮板 入选2017年全美高中阵容一队 同时也拿下了全美第一高中生的名号 虽然他是全美第一 但其实这是巴格里的选秀前景 并不算特别好 等到进入大学的时候 他大一场均可以砍下 得到20.7分 11.2篮板 才让他的选秀前景大涨 毕竟大学联赛的韩金亮 NBA的球探还是非常认可的 于是 国王用榜眼签选中了他 但巴格里在进入NBA之后 他不是在受伤 就是在养伤 几乎每个赛季都只打了一半 本赛季中期 他被活塞交易到了奇才 但依然只是打替补 现在已经可以肯定 巴格里就是一个水货 对 对